各位小财神,今天过得到还好吗? 我们呢,在今天要介绍重点之前呢 有一件事情要麻烦大家帮忙 请你先分享这支影片出去 因为这支影片的回馈真的很棒,很重要 也是我有史以来第一次要求大家赶快分享给你身边的亲友 因为真的很难得有看到信用卡有给到5%的回馈 那当然就是3加2啦 今天会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台北富邦J卡加码来到了5% 这个真的是很厉害 最后我会跟大家分享我的心得 就是这次狗咬狗一嘴毛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今天等一下就知道 台北富邦J卡居然来到了5%回馈 杀红了眼 到底怎样才能够拿到这个回馈 今天跟你分享 来看到我们今天的主题版 第一个 无脑神卡3%再加码2%变5% 怎么一回事,等一下分享 第二个 你该选择的是台北富邦J points卡 还是赖点卡等等会说明 最后我们还有一个最棒的跟团豪康 要跟大家分享了 然后还有我们的宝可梦金句最后的总结 不要错过今天的节目 很重要 先分享 再来看 好来 第一个重点就是 无脑3%神卡加码2% 什么意思 这个2%哪来的 立马来跟大家分享 来 现在立马来到我们的官方 台北富邦银行的官方网页 你现在如果点上去北富邦银 然后你来看一下他的J卡 就有介绍 第一个就是J points打国内最高5% 终于来了 大家千呼万唤 等最久的就是 这个台北富邦银行 跟这个联邦 其实都有入股 这个所谓的LINE Bank 所以呢他们其实跟LINE的关系 非常的紧密 那早期的话 我们都知道这个我们的 这个联邦赖典凯 有跟这个赖胚money 有做所谓的 这个生活缴费账单多2% 现在呢 台北富邦也推出这个活动了 所以他们从卡片原本的3%回馈 再加码2%上去 变5% 真的很神奇 但是魔鬼藏在细节里面 我们来看看到底 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来这个国内一般消费3%回馈无上限 两个月前的影片已经介绍过了 这边不再赘述 那再来的话呢 今天的重点就是 LINE Pay Money连结数位账户缴款 小卡费想2%回馈 这个活动从9月10号到12月31号 所以请你特别注意 不要现在看到影片就高潮 立马处理了 不用 9月10号之后再来解任务 才是正确的 那么又会内容是什么 使用LINE Pay Money缴账单 而且缴费当院呢 透过已经连结本行的 重点来了 数位账户 然后来除值一笔 就可以享有这个2%的回馈 那今天来跟大家讲的 第一个重点就是说 它一定要由台北富邦银行的 数位账户 来做这个 除值一笔 才符合资格 所以你的主力还是可以 从其他地方把钱汇进来 但是呢 一定要有一个台北富邦银行的 数位账户 来进行这个连结 所以你现在可以开户吗 现在当然可以开户 但9月10号以后 才能够进行这个转账进来 来符合这个活动规则 好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往下看 这个 限量1万名 每个人上线是400 那你要特别记住哦 它的这个活动是9月10号到12月31号 也就是有三个月的时间 对就是1772嘛 三个月 那这三个月里面呢 你只能够拿到400而已 好 它跟这个我们的联邦奈典卡不一样 联邦奈典卡的活动回馈 其实是每一个月都可以让你缴15000拿300嘛 但是它呢 这次我们的J卡活动的确就是只有一起而已 所以一个人就只能够拿到 这个400点的LinePoint点数 我觉得不如小谷 因为如果你的主力卡是在Jpoints卡 你一定有 一定会刷超过2万块钱 所以让你的回馈往上加成 这件事情是绝对有可能的 好 那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这个Jpoints卡有活动期间 在国内跟日本的一般消费呢 可以来到最高5% 含12月31号以前的3%回馈 加上LinePayMoney缴卡费回馈2% 那你要特别注意哦 他都有强调在12月31号以前 所以我们已经有点预感了 也许在明年1月就没有这些好康了 他的活动就是一起一起一档一档做 所以你要特别注意哦 你就算不是主力卡在这张卡片的 但你想要赚5%回馈的 也应该要开始用这张卡片的 因为从明年开始就没有这个好康了 这个一定会拿掉的 请你特别注意 那如果你需要开户的话呢 这个没有MGEM活动 直接点官方的连结 点上数位账户就可以进行开户了 那我在这边还要再提醒大家 数位账户现在为什么要开 因为你有好几个好处 第一个好处是 开了数位账户来解LinePayMoney的任务多2% 非常的好 除此之外呢 你也可以拿你的数位账户来进行投资 我们在9月中旬会有一个奈米头的这个合作分享影片 你一定要来看 因为这个影片可以让你多拿到好多有趣的东西 我们有举办活动 请你一定务必要来参加 最近做这个影片之后快死掉了 但是你一定要来看 好不好 所以所有的一切的根源都是台北富邦银行的数位账户 请你一定要开立数位账户 再来解其他所有零零总总的任务 都非常的重要 来继续往下 我们回到前面那一个 LinePayMoney的脚卡费的部分你点下去 它有好几个重点的部分 我在这边提示给大家看就好了 你有心你就再去官网里面一一的想读 这边有写到 你要符合这个LinePayMoney的这个所谓的注册用户 所以你如果没有LinePayMoney 或你不知道什么是LinePayMoney的朋友 我们称之为这所谓的第五支付 第五支付之前有做过影片介绍了 请你务必要再点我们下面的这个资讯栏的影片来看 来理解一下到底这个是什么东西 为什么联邦赖点卡跟台北富邦J卡 都有给予加码的回馈 一定要去了解一下 那再来的话呢 这个缴费的部分的话 就是照你习惯的这个所谓的之前的模式 点钱包点生活缴费 然后再选择信用卡费 然后呢来扫描图示 就可以进行LinePayMoney的账单缴款 那这一点的部分我就不得不说 其实应该是这个联邦赖点卡做得非常好 甚至在账单点下去就可以直接缴款了 但是台北富邦银行第一次来玩这个活动 所以按照它最原始的设定 扫描三维条码进行缴款 所以你要特别去注意 再来的话呢我看一下 如果你已经连结的部分 它这边有教你怎么做出职 这边第三点有写到 钱包出职银行账户 选择台北富邦银行 就可以把钱出进去 那这个LinePoints点数的回馈项目的部分 你要特别注意 就是说它会在你当月解完任务之后的次月回馈给你 那么它的点数的部分 有一个弹数条件会被收回 就是说你如果进行异角可以 但是你异角完之后 如果要求把这个异角的金额退回到账上 那么它的点数是会收回去的 所以你有没有办法去做洗点数的动作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的主力是在JPONS卡 这个刷两万块到底算什么 一下就刷满了好不好 所以这个的确是一个很好的 赚这个生活金400点 LinePoints点数外快的很棒的方式 也请大家务必要解这个任务 所以这边的情况呢 你如果差不多看完之后 你大概也会了解说 这个活动的妹妹嘎嘎 然后要注意的部分 包括我们都跟你讲了 那接下来进行我们下一个部分 就是 如果你是收集LinePoints点数狂 都喜欢 那么这两张卡片 你到底要怎么选呢 你是要选择JPONS卡 还是Line点卡呢 我跟你讲啦 答案很简单 就是小孩子才做选择 当然全部都要了 像我的话是两张卡片 本来就有了 那有活动我就拿出来解任务 再多赚点数 所以你也可以参考这个方式 就是说 反正他只要绑定在那个 所谓的 LinePay里面 其实都是终身免年费 那你何不现在办下来 因为他们一定会 一直不断的 推出活动 刚刚有讲到嘛 狗咬狗一嘴毛 就是我们旁边的观众呢 在那边 就是 喝彩 然后就可以有好康可以拿了 所以你看这两只 就在那边逗来逗去 你就可以赚宝宝了 就是这个样子 好来 那个往下看 我这边罗列了两张图表 跟大家解释说 这张卡片的优势 那其实刚刚有解释过了 只是用这个数字会比较方便 让大家去理解 第一个就是 这个JPAC 它有没有什么优点 第一个就是 国内消费可以让你5% 这个5%数字会让你很好 去邀请亲友来使用 因为它有MGM活动 你也可以把你的连结 交给你的亲友 你也可以多赚一点 这个所谓的外块 所以你不见得要把我的连结给它 但是你也可以把你的连结给他们说 来做个业绩 好卡大家一起分享 一起用 也不错 那再来的话 海外有3% 那你要特别注意的是说 J卡它其实是在日本的部分有加码 所以你的国内消费 跟日本的消费都是有5%回馈 也特别注意 这个你现在如果是用海外电商 但是是日币勤款 日币地点 消费地是在日本 然后币别也是日币的话 其实也可以拿到5%回馈 这个都比一般的刷卡 所谓的3%的回馈还要再高 这个你可以参考 真的是喜欢在日本消费的朋友 现在虽然不能去日本 但是你还是可以用网购的方式来解任务 那海外的部分的话呢就比较差一点 因为国内就是 一般的海外就是1% 但是再加码2%就变来到3% 那这两个回馈都共享 活动上限400点 所以你只要totally 账单金额超过2万块 就不要再刷了 因为就这样子而已 那当然国内3% 或者是日本3% 也算是蛮威的啦 我觉得还是可以用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如果你是新户的话呢 你来申请这张卡片 你可以拿到500点的 这个line points点数 新户合卡30天内刷卡 就是比比10% 那上限500 也就是说你刷5000块 你可以拿到500 那除此之外呢 你刷了这个5000块 再拿来缴费 你还可以再多拿到 额外的2%加码 反正就是一大堆 Lily Coco加在一起 感觉上就是蛮威的 所以你可以自己去计算一下 如果你在合卡的第一个月 你就刷了2万块 那你就可以拿到多少 就是5%嘛 就是多少 2万的5% 200乘以5 1000点喔 是1000点吧 1000点然后再加上500 就1500 所以其实还不少 所以我个人觉得 这个你真的可以去参考一下 因为100点就是5%嘛 然后1000点是50 1万点就是500 2万点就是1000 真的也是1000点 就是还蛮多的 不过上限就是400 你就自己稍微再算一下 有神 我觉得真的有神 拿到的点数真的不少 所以新户 现在办卡真的是好时机 因为点数真的很多 很棒 那另外一张卡片的话 就是刚刚讲到的联邦卖点卡 它的点数感觉起来好像就输了 因为你先从最下面来看 新户最高只有给300 所以你就算刷888 刷1000还是只有300而已 那它现在的这个Line Pay Money的 生活缴费活动 直到9月30号 不知道会不会加码 但是你可以期待 因为我们的J卡已经出来了嘛 我相信联邦卖点卡 苏人无苏丁 一定会加码 所以这张卡片基本上 你可以把它当作是国内4% 海外5%回馈 跟刚刚的J卡比起来是相反的 J卡是国内5%嘛 那海外的部分 是看情况来到 这个 海外是3% 还比较少一点 所以他们的数字已经有点倒转 所以你可以特别的去注意说 如果我国内全部都用J卡有5% 那海外的部分反而拿这个 这个我们的Line点卡出来用 也有5% 所以你怎么刷都是5% 这不是很猛的一件事情吗 不分海内外 随便刷全部都5% 就是这两张卡片 互相搭配厉害的地方 所以这两张卡片的优缺点 都跟你分享了 那我们的这个Line点卡 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说如果你拿来缴保费 你可以拿到就是 基本有2%回馈无上限 再加上12期零利率 可以参考 那我们的这个J卡就不适合了 因为J卡它只有二则一 就是12期零利率 或者是0.5%的回馈 就是只有二则一而已 所以没有像刚刚这边讲到的 这个2%回馈或4%回馈 非常的高 所以你就是要稍微区隔一下 缴保费或者是要缴不同的费用 都要稍微区隔 那最后的话呢 就是你真的已经心动了 也想办卡 请你务必跟团 因为本团真的推出很多的好康啦 来看一下 我们的J卡 这一次要送大家什么 Apple Watch 而且是最新的第六代 我们之前是把这个加码 加在我们这个所谓的Line点卡 但我们下半年改选议策 因为J卡真的很棒 而且我们也很希望这张好卡 让更多人去来参加来使用 所以我们举办了一个加码的活动 J卡新户上车500人 我们就送Apple Watch S6 也请你一定要认真的上车 不管你是这个新户旧户 其实我们本团都有好康啦 详情的话呢 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资讯栏 都有做解释 有完整的文章 你就比较不会搞不清楚 那除了我们的J卡之外 我们也有Line点卡的加码 那Line点卡上半年其实是送这个Apple Watch 下半年的部分我们玩的不一样的 就是我们有送Google Next Mini 2 有送三台 至少会有三个不同的人得奖 另外的话呢 我们其实也有拿到厂商 神秘厂商的加码 三个这个所谓的 韩国的Kitchen Art 5 in 1这个多格的料理早餐锅 这个东西市价好像1600多 所以也是很棒的奖品 我们现在就是左三右三总共6个 我们就会抽出6个幸运额 把这个东西寄给你 也请你 如果真的是辛苦也想要来 参加一点这个活动来热络一下 也非常欢迎你上车 最棒最美好的方式就是J卡也上车 Line点卡也上车 全部都跟Kamabang就对了 因为我们有好康有赚钱 全部都第一时间回馈给大家 就是这么简单 而且厂商看到我们成效 还来做加码 这就是我们跟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了 好 好来 最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我的金句 我的金句其实刚刚从头到尾 一以贯之 都讲的就是这句话 这就是狗咬狗一嘴毛 大家赚死了 因为台北富邦银行 现在退出3% 那那个联邦银行就 吓 吓 吓到了 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后来就是Line PAYMONEY加上去 现在 连台北富邦银行 它的J卡也加了Line PAYMONEY 那现在我们的联邦Line点卡要怎么办呢 他是不是要提到他的MGM奖金来到300 有没有可能 我觉得任何事情都有可能 我们消费者只要作弊上关就好了 我相信这样一行继续动 我们会有更多好康 更多火花可以 就是可以捞了 所以也欢迎大家就是持续关注宝可梦的频道 喜欢的话呢 赶快订阅 刚刚有讲过了 一定要分享 现在还没分享的 赶快分享出去 让你身边的亲友都知道 这两张卡片的神奇与美妙之处 让大家一起来参与旧档活动 我们就可以就是赚更多好康了 好不好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